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渔船已在夜色中悄然出发 这是他们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出海 往日西长的航道已经很少有渔船出现 43岁的船老大包光辉加快了航速 向着数十海里外的预定海域前进 从17岁开始出海 与父辈相比船只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更新 捕捞方式也更为先进 但自小耳濡目染的勤劳与执着 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我外公是带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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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爸也是老大 以前都是一直是老大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航行 渔船在天亮时如期抵达 匆匆的早餐后 他们迎来了捕捞作业中 一道重要的工序 下网 长达数千米的渔网 在六名船工默契地配合下 被有条不紊地投入海底 投射出一条漂亮的抛物线 利用潮汛期捕鱼 是渔民最为倚重的经验之一 今天是难得的大潮水 能否顺利完成这次捕捞 包光会充满期待 此时就在他们出发的浙江州山蚂蚁岛 客运站的第一班客轮已经靠岸 来自意大利的拉斐尔波柱 和他的船员们 即将迎来一艘新的货船 我们移动到中国 因为我们需要 他们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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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古船 所以我们需要 船长达数比较短 然后在当时 在Italia 现在 市场 是重复于船长达数 拉斐尔是意大利纳布勒斯一家海运公司的船东代表 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蚂蚁岛的造船厂 机器林立的造船厂从空中俯瞰 如同海岛研制的一只钢铁壁板 也成为蚂蚁岛永征一流的现实驻角 早在六十多年前 蚂蚁岛就因第一个渔区人民公社的建立而闻名全国 不仅如此 在这个当时仅有两平方公寓的小岛 还率先实现了全岛通电 建成了大型渔网厂 机械配修厂 水产联合加工厂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我们买了一刀 全部都是心比较齐了 也很苦 有什么信息是我们就很快能够借用 我们同学们还没找到 我们实际上有马来的发力机 转了一个机器 实际会的 六点半开始发的 到亚里究竟不一定的 第一想到的 机械第一想到的第一就走到了 造船厂的船物内 一艘拥有13层甲板 高达30多米的巨轮 正在等待最后的验收 这是1500亿名工人 耗时430余天 共同完成的一项超级作业 这艘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型汽车滚装船 可一次性容纳 7800辆汽车的海上运输 主甲板以上的结构 采用的是先进的楼杏设计 拖道设计进行了优化 装载的量提高了 装卸的速度效率提高了 有着丰富海上运输经验的拉斐尔 尽管已经是第六次来到这里采购 但对于新船的每一处细节 依然保持着严苛的要求 这个其实是一个监控系统显示片 就是所有机舱的船上 整船的所有任何地方 有一个报警 这里面都会显示出来 包括都会有巨轮 船是有良好的效果 实际上我们都满意 这艘船 我们已经在服务上的船 已经在服务上 我们有良好的效果 这艘船从这艘船 正式履行它的运输使命 地处温带和亚热带交汇海域的舟山市 拥有一千三百九十个大小岛屿 和丰富的渔业资源 是赫赫有名的世界三大渔港之一 安静的园区内 一条由海钓得来的金头雕 正在静待一次艺术的变身 三十分钟后 它将以另一种形式被永久留存 有时候鱼钓上来以后 我想这条鱼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 那么我想把它鱼它就是要记录下来 鱼踏化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对徐滨丽来说 每一条鱼的创作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表达 清洗 着色 踏印 一条鱼的纸上旅程即将结束 而最后的时刻才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 这条鱼是凶狠的 还是很平和的 还是很飘逸的 那种感觉 这个眼睛开前面还是开后面 还是开下面 那么所以野株上面就是要画起来 把它画得零度一点 长达二十年的海钓经历 让徐滨丽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海洋鱼类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铜鱼的真正交流 却是源于一次倒礁的遇险 突然之间就是一落过来 我头部离那个胶石可能只有二三十公分了吧 我想这下踩了 因为那个落的力量很大 我绳也撤不过去 那突然之间那个鱼盖了 一拉 原来我那个夹日打过去的时候 一条鱼鱼了 把那个夹日拉住了 咬住了 那我突然就接这个力 我爬 再起来了 再起来我心想 哎哟 这条鱼救了我 我说从今天开始 每次出海第一条鱼 不怪是什么鱼 不怪是再好的鱼种 我却不要发生 也正是这个原因 使得曾经热衷于参加比赛的徐宾利 最终放弃了喜爱的赛事 成为当地海钓协会的一名组织者 并制定出了严格的海钓规则 与二十五公分以下 我们必须发生 大肚子鱼必须发生 还有一些礁石上产生的一些塑料垃圾 必须带毁或者烧毁 特别是那种塑料垃圾制品 它在海里面就是 可能是一百年也不会分解 很多垃圾都在海底 侵在了鱼类的生活区域 打造一支具有绿色生态理念的海钓队伍 是徐宾利的理想蓝图 刚使他对大海真诚的敬畏与承诺 三十年前 徐宾利从故乡蚂蚁岛出发 来到舟山本岛生活 作为一名渔民的后代 这种源自海岛的血脉 始终连接着大海与故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一首军港之夜响彻祖国的大街小巷 这首清新且抒情的歌曲 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尚 而军港之夜的诞生之地 正是位于东海之宾的蚂蚁岛 1976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的著名瓷作家 马金鑫来到蚂蚁岛采风 那是一个月圆之夜 寂静的耳畔突然传来了阵阵涛声 他不仅想到远航的战友 创作的灵感也在瞬间迸发 若干年后每当回想起这座海岛 他的心中依然充满思念 并深情写下了梦中旅回蚂蚁岛的诗篇 吸引马金鑫的不只是蚂蚁岛的风情 还有岛上独特的人文气息 蚂蚁岛的文化建设由来已久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就建立拥有了自己的戏剧队 篮球队 而学校教育 扫盲教育更是蔚然成风 那时候读书的年纪很大的 一个班纪里也有八岁 也有九岁 也有十岁 十一岁的人 一个家里三次们读一个年纪也有的 两次们读一个年纪也有的 都是开始读书了 不仅是这些年轻的学生 平日里拿惯了渔网船奖的阿公阿婆 也纷纷拿起了书本进行文化补习 甚至劳动间隙的渔船也变成一所流动的海上学校 1958年 中有近三千人的蚂蚁岛 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全部脱盲 尽管已经84岁高龄 李财根每天依然忙碌 让他最被牵挂的是正在渔场进行的养殖训练 吃了一年 一直在支持我 这是李财 他吃左了一点 不是动了一点 吃了性的 我们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技术不懂 为什么死了 有什么长不大 他老是给我们看 这位国内知名的水产养殖专家 1960年考取浙江水产学院 是新中国成立后蚂蚁岛的第一批大学生 当年使用过的圆规被李财根整整珍藏了六十余年 这个貌似普通的不锈钢圆规 却承载着他少年时代的难忘记忆 自幼喜欢读书的理财根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 生入高中那年 一副七毛钱的原规让团中修着的他有些为难 而他没有想到公社再次帮他实现了心愿 求学路上的感动激励着李财根不断前行 学习也更加刻苦 1963年11月 他在大学实验室里的一张照片 被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 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 而在实验中寻求新的发现 也成为他一生伴随的秉性 两年前 众多从蚂蚁岛走出的瑜伽学寺 组织成立湘贤理事会 以不同的方式回馈着固形的谷御 走过历史的辉煌 打造一座新时代的幸福之岛 成为蚂蚁岛人新的使命与梦想 每天清晨 海岛早逝的喧闹尚未散尽 郑靖和他的同事 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我们6点15分就基本上要到食堂里面了 那过来就马上食材 就四个阿姨分工 早上一过来基本上都是不停的 这个餐厅从创办至今已有十年之久 每天为岛上年迈的老人提供营养配餐 每餐收取四元钱 配合默契的四位阿姨 经过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忙碌 终于将70多份午餐准备就绪 一个人盒只有四盒了 我们外盒里面都是寄好做好了的 那个是姓李的叔叔 那个是姓渣的婆婆 都寄好的 不然的话我们都是要乱打 来不及停歇 为了准时赶在老人午餐前送达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迅速向着各自分工的区域出发 每天准时出现的送餐服务 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便捷的饮食 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呵护与陪伴 有时候来说 不仅仅是便捷的 何人在他都说 跟地步行 在当地的笔里边 是由你来的 在这场市场上 在哪里 都是一分钟的 在这场市场上 也有钱 我们都要求 宝宝 每天的家国 我们又来 形色匆匆的餐车 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 每天穿梭在海岛 小且精致的街巷 郑静思佑在蚂蚁岛长大 亲眼目睹了 这里的成长与变化 那变化是大得多了 一生个条件不一样 郑静知道 焕然一新的面貌 最初正是源于这些 朝夕相见的老人 由此也让她的内心深处 充盈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热心与忙碌的工作 每个人都会老 家家都有老人 搞创业啊什么 都是靠前辈他们盖出来的 那他们老了 我们就是这样送费 那是应该的 她平时是行动不方便 年纪大了已经90岁了 基本上这个阿婆 是每个月要来一次的 基本上差不多都在 月初的时候 我们电脑里随房 纪录会跳出来 年轻的医生 三年前来到岛上 成为新一代的蚂蚁人 寻诊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对高龄患者的健康监测 无论是老年餐厅 每日的送餐 还是卫生院定期的巡诊 都是蚂蚁岛推行 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举措 时光的流逝 让曾经开创蚂蚁岛历史的 一代建设者 逐渐迈入古西 而如何为他们提供 更加温暖的服务 成为这座海岛求索的方向 上午十点 在静静等待了两个小时之后 包光辉的渔船开始收网 来 骑下一下 期待的大潮水没有出现 船工们大半天的忙碌 收获并不尽如人意 包光辉决定转移到其他地点 进行第二网捕捞 自2020年1月1日起 为修复长江生态 保护自然资源 我国正式启动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十年禁渔 成为渔业及生态保护的 又一项重要举措 早在1995年 为避免过度捕捞 包光辉所在的东海海域 率先执行严格的伏计修渔制度 按照季节实行渔禁 不仅有力地保护了海洋渔业资源 也对全国渔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探索与经验 而每年的伏计修渔 意味着曾经以捕鱼为业的渔民 要实现部分转产 海岛赖以生存的经济产业 也同样面临新的抉择 出身渔民世家的包光辉 29岁时成为传老大 在数十年的捕鱼劳作中 对大海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很多当年同他一起捕鱼的渔民 陆续转产上岸 包光辉没有离开自己熟悉的大海 但捕捞的重点转入了另一个方向 我们追的钱基本上都是捕捞虾皮那一块 追了追了 由于特殊的成长规律 饭虾捕捞季十分短暂 一年只有两到三个月时间 但相比鱼类捕捞 饭虾的利润更为可观 近海丰富的饭虾资源 让这座不甘落后的海岛找到了转型的动力支援 依托规模化的虾皮加工产业 蚂蚁岛又一次走到全国前列 国内80%的虾皮生皮加工 都来自这个面积仅有三平方公里的海岛 鱼业的转型的本质上是渔民的现代化转型 蚂蚁岛的虾皮加工产业的发展 它引领了传统鱼业 向加工产业 服务业 旅游业 第三产业的这个转型 从昔日的渔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到灯光为网之乡 再到今日的虾皮之乡 船舶制造业种地 红色教育基地 一张张亮丽的名片 承载着蚂蚁岛人既往开来的精神传承 承载着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2005年6月13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在蚂蚁岛考察时指出 蚂蚁岛曾有光荣的艰苦创业史 现在又与时俱进 渔区呈现新气象 老一辈创造的艰苦创业 感恳骨头 永征一流的蚂蚁岛精神 不但没有过时 还要继续发扬光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真正的英雄 从贫瘠到丰饶 从梦想到现实 在长达70年的风雨历程中 蚂蚁岛的奋斗 将一种执着的力量注入海岛 融入血液 我们现在与蚂蚁岛 这一批美好的光景 幸福的生活 那时我们和老一辈 几乎创业 该出来的不是地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地上磨出来的 我们这一批也这么干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传统的血统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怕苦的 这是一座海岛的传奇 也是一部奋斗的史诗 海岛一余 七千八百车位运输滚装船 在汽笛声中准时起锚 缓缓离开了它的诞生之地 这艘巨轮从蚂蚁岛出发 向着蔚蓝的大洋彼岸 开启了新的航程 东海之滨的这座海岛 海风萨然 蚂蚁岛的人们 也在劳作中 开启了新的一天 向着幸福出发 迎接着新的精彩 新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ttend quorumRA 喂娃uan Inn of cas 等等